2米乘以1米6的画布 是赵无极库姿画廊时期 巨型齿幅中的经典 红齿幅的许多作品 都成为国际顶级博物馆的重要珍藏 1965年1月2号 则是少数建于私人藏江手中的大市场 赵无极一向被认为是旅法华人大师 但其实在1950到1960年代 赵无极有着长达十多年的时间活跃与美国一坛 对于他的事业和艺术都产生着巨大的影响 1957年旅居美国的赵无极认识了 库兹画廊创办人山姆·库兹 库兹是美国战后抽象艺术的重要推手 在1959到1965年间 几乎每年为赵无极举行个展 标志他在美国事业上的高峰 也是他在艺术上黄草时期的黄金阶段 库兹一直鼓励他创作大画 1959年以后 赵无极开始由艺术的定制 特别巨型的画布进行创作 就像65年1月2号这样 尺幅达到162乘以200公分的 特殊的巨大尺幅 正是库兹画廊时期 他创作的最具代表性的 巨型作品 通过赵无极全集 我们会发现这种162乘以200公分尺幅的作品 赵无极在库兹画廊时期 平均每年只创作两幅 大部分都参与了当时艺术家的美术馆级展览 包括65年1月2号 也参加了赵无极1966年在法国卡昂文化中心的展览 这些巨作如今许多都进入了全球重要的博物馆及机构收藏 像65年1月2号这种尺幅的巨作在私人手上反而难得一见 赵无极曾经说过 大幅的画布使他必须于空间不动 不但要填满他 还要给他生命 把自己完全捕住其中 65年1月2号 显然受到了美式冲向表现主义那种 阿开大河 那种硝瀚张扬 那种无所顾忌所启发 我们发现此时赵无极的作品 在空间布局和笔触运用上面 都呼应了像罗斯科的几何式布局 以及波洛克式的自动型书写 我们可见赵无极在巨大的画布上 分为上中下三段 并且以中段为核心 构建出一个巨大的微红的运动性空间 通过65年1月2号 中国的水墨狂草 和道家思想中大象无形的宇宙哲学 用占星的抽象语言 书写在战后艺术史